评论数量4353对于对于窗帘这个类目来说 这个评分不算高 就算一般般的一个水平 然后这个评分 它包括两种 第一种是它实际已经流平了 比如说流文字了 流途遍了 还有一种就是它只是点了一个新 那么这个评论我们就直接打开看一下 直接点这个评论 你就能看到这个评论的详情 因为这个评论 我们在后期我们要进行写链接 它进行产品丢化等等这些操作的话 这个评论你都是要看的 评论的一个结构 首先这是它买价给了多少新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评价的一个标题 然后它评论的时间 中间有一个评论的国家 就是它在哪里评论的 这个站我们看的是美国站 但是实际上评论是在法国评论的 你说法国人他会在 你说法国人他会在美国再买东西 是吧 就是说这种问题就是有点 就是有点怀疑 它是不是做了一个和平国际评论 是吧 当然一个你不能代表什么 然后再接着往下看 它是不是还有别的 这个是在英国 是吧 然后这个也是在英国 就是说它这个链接 虽然是有4300多个评价 可能它是把一个欧洲站的 一个同类别的一个窗帘 合并到他们自己的一个链接上面 就是最后显示出来看的 就是它有4000多个评价 可能在实际购买的时候 实际出单的时候 它可能就没有出到这么多单 就是按那种流频率来说 它4000多个评价 你最起码最起码 你是要出7-8万单肯定要出的 对吧 就是按实际行 它肯定是没有出到这么多 像这种是很明显的一个和平国际评价 来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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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